欢迎来回到98新闻台财经企传号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小涨了0.23点 收盘指数11,011点 那么近乎平盘 那么成交金额是1299亿元为幅的放大 OTC市场则是上涨了0.37点 收盘指数是154.84点 涨幅0.24% 成交金额是403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韦泰 韦泰台北股市昨天其实是 等于就是一个霞幅的震荡整理 尾盘的时候还打到了平盘附近 当然可能有胖手指的问题 现在这个法国巴黎已经出来承认说 可能是他们的下单上面的一些问题 如何来看待台北股市后续的发展 重新早安大家早安 我想昨天我跟他一个就是网路文章的一个标题 写说台股白忙了 多透白忙了 因为尾盘就因为台数化 一档股票的一个下跌将近9% 然后把整个这个指数就往下拖 而且这台数化真的很无辜 它从上涨然后变成下跌9% 是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理论上 今天在这个美国股市相对持稳的情况之下 那么台数化应该至少要开高个5% 6%吧 对 盘中至少应该要还它一个公道吧 对 所以其实在今天的早盘的指数上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期待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前两周一直跟大家提到过的 就是肋骨轮动的一个概念 我们记得上次有提到包括像是光学尽头 那就昨天的预晶光大概就拉了掌灵板 那可以从这一连串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肋骨轮动的一个架构当中 大家大概还是可以去理解到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个架构 也就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指数看起来是瑕福发展的一个格局 但是在肋骨的部分会持续的去做一个轮动 所以如果说你各位朋友你手中的一个指数 你可以大概拿出来看一下 它如果说涨得像预晶光那样子 就是它下跌大概三个月四个月之久 然后横盘一两个月的时间的 类似这一种的一个股票 我个人认为现在还有不少 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股票 那就等于说前半年的时候开始下跌 跌了差不多三个多月 又横盘整理了一两个月 那经过这样的下跌以及整理之后 打底成功 然后现在开始上涨的 这个是OK的 对就是这些类型或这些内涵的一个个股 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往上去做反弹的机会 那它的位阶要不要站在什么季线月线 什么之类的之上呢 其实就像刚刚奉行所说 有些个股是修正三个月 有些个股是修正将近有万年之久时间 所以你说要站上月线跟季线 我认为在月线之上的股票应该不太可能 一定都是在月线或者是季线以下的这种 位阶比较偏低的这些个股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你看看 我举一个就是上一次被MSCI调升权重的那个GIS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是从8月吧 我们的第一个大概是8月 从8月份 那时候被调升就一直往下做修正 修正到现在已经多少六个月的时间 而且股价已经跌得很低 那其他的平盖股都陆陆续续去做反弹 那我是举例的 我不是说推荐他 我要举例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股票 就是等待他这个往上去做 这个走高跟反弹的机会 那么在上一个礼拜 我们也提到说OTC才是主角 对不对 OTC这一波是多方的一个中心 而且你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生技你觉得这一次是长真的 对 生技是长真的 所以昨天的像成德 我这边就往上拉长临板 可是在生技族群的部分 我必须要现在 现在我必须要请大家稍微 这个销售 满动 因为我看到成德在长的一个同时 而且临长的个股 开始去做短线的这个习货 包括像是药滑药 包括像是之前讲过的 像是保龄这种 就是在一开始 我们在过去其实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的一些指标股 在昨天都有呈现拉回 甚至拉回的幅度还不小 4% 5%以上的都有 所以生技股这边也是开始 可能要进行一个短线的 这一个持股的一个换股的动作 我必须要去做一个 筹码的一个换股动作 所以三个礼拜之前 你就先提醒大家说 生技这一次是长症的 那可是这是三个礼拜以来 你首次请大家要小心注意 就是它这波应该没有结束 但是它可能会暂时稍微熄火 毕竟你看OTC的指数已经创下新高 比这个集中市场 在这边才早创新高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边生技可以稍微暂时忍耐一下 但是生技如果说休息 OTC要维持强势 它就一定要有其他的这个人选 在这边去进行这就是接棒的动作 那我对对对太阳能 对啊你OTC 要一大肋骨的话 除了生技就太阳能了 对 对吧 这非常的专业 就是太阳能 但事实上我会这样讲 也不是说就是用猜或是感觉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到太阳能大部分的类骨 第一个就是位阶也都很整齐 大部分的太阳能都在低档 除了中美金或者是之前环球金这些 因为它有特殊的题材 国家还称在高档之外 80%或70%的一个太阳能 都在相对低位阶 而且还有很多的太阳能的一个个股 这个外资也在低档偷偷的做布局 例如说像16244的茂迪 这个外资也是在低档 这也是龙头股的 茂迪也是龙头股 所以你发觉到 那当时生技股 它有出现类骨上涨的一个条件 跟现在这个太阳能族群的上涨的这个条件 似乎有一点雷同 也就是整个类骨的位阶很整齐都在低档 然后有这种法人或者是外资 在低档去进行这种布局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短线上如果生技股 它必须要去进行这个休息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可能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收了 也就是太阳能族群的一个部分 搞不好也会有这种低档去做这个反弹 接半的一个机会 对 好 所以生技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太阳能有机会跟进 那这里面的选择上面 你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大家 就是太阳能也有区分赚钱不赚钱 上中下游 其实我个人认为 刚刚已经提了一个就是 参考因素就是外资 因为其实这两个族群说真的 内资都不太敢买 生技股敢买 内资很多都受伤很重 甚至有很多投信法人 其实内规规定不碰生技的 这个都还是有 所以其实这或生技股真的被买上去 内资去买的似乎不多 那外资比较多 那太阳能谷这边也是 这边其实也是有这种 所谓就是这个 外资再去做布局的 可能会是比较好一点点 当然在长线来看 我认为说太阳能的一个报价 不管是下游模组 还是终端的那个售价 基本上目前看起来没有 大幅度的一个调升 所以我个人应该认为说 它这边的操作 应该还是比较是属于 就是长线的一个跌升的一个反弹 OK 大概是这样 因为跌升反弹 所以要设停利点 对 但是你说要反弹 会不会只有一两天 这个很难讲 因为你看 很多的生技股一涨 也是30% 20%的一个幅度 整个大的生技类股的大反弹 其实那个幅度也很剧烈 对 因为它长久以来是 被大幅度的一个压缩 大幅度压缩 那再来就聊一下 就是这个金融股的一个部分 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升息 有很大的一个期待 对金融股的一个帮助 可是我个人认为 这其实有一点点就是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不一定 的一个情况 因为第一个 台湾生息的幅度 未必更能上美国 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还有这个生息的一个时间表 可能也不一定 那生息之后 我所要付出去的利息的支出 跟我能够收到的利息的一个收入 搞不好 还不一定有赚有赔 对不对 因为现在大家是有资过多 不愿意去借钱 大家都把钱存银行 所以搞不好他要付出去 利息的收入支出还更多 所以这边其实对金融股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小小的一个前见 就是说大家中心看待 那有一些比较属于 中长线直优的一些个股 你有机会逢低买就好 不需要去做刻意的追高 但是最近我发现 有一道金融股 它竟然开始有三位数出来了 金融股的股价 而且它的股价 那大概是国泰金跟富邦金的两倍 这两个股就是五八七的中租 中租 对 不过中租确实一项股价比较高一点点 比较高 而且比较活泼 可是你想到一档金融股 它的股价有三位数 这其实是有点点就是让人家废一所思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跟前阵子的就是 那说这阵子中国大陆在这种所谓的商业租赁 或者是商业保理 这一块的一个放宽有很大的一个 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关系 事实上跟中租有类似的海域党格股 叫做育融 994的育融 它也是在做什么 融资 对 它的股价也是怎么样 三位数 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对于金融股的这一块 可能的思维模式要稍微做一点点的调整 纯金融股可能不见得那么的强势 就是未来它还是会走向立基型的市场 那我们在选择金融股的时候 我说少年受险族群是不错 获利很稳定 可是如果说你同时要有一点这种所谓未来展望性的话 我倒认为说类似这种租赁 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公司 它的获利成长幅度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 跟这整个全体经济的成长会有关系的 不妨也可以趁拉回的时候来做留意 你今天没有谈电子股 电子股有啊 刚刚我讲到一些相对低位节 包括像光学镜头 那个是从技术面来看待了 对不对 就不是整体性的 那第一季通常都是属于相对的淡季 所以在年报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觉得会稍微观望一下 好 那么今天呢 维泰把几个产业类别呢 有的很不错 有的可能稍微观望一些的 那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众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